哎呀,大到这弧度上了一呼,腿中起来,如果要遵守他不会 武术起源于古代战争,可以想见在古代战场上比我双方近身肉搏 这样的功夫是防身保命的需要 既然是抗击挡,就要让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没有漏洞 除了练习躯干四肢的抗击挡能力,也要把功夫练到人身体上的薄弱环节 王永乐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对手,想让自己的排打功更进一步 这只木箱可以放15块砖,重40公斤 王永乐一再告诉我们,不要因为所谓铁当弓太显眼 就忘了他只是四面八方通背拳中的一部分 木箱瞬间产生的力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没有测算 但是这一幕已经足够让我们目瞪口呆了 后一邊的声音 共同时字幕显缩 祖宝 共同时 最后一边的声音 来自负责